Hello 大家好,又是繼續白金光,然後這次也是閒淡 先講解這個白金光先提外話 就是要升級的,為什麼要升級?因為我自己給了自己的要求 就是第二個聯盟就不用弱過關了 其實應該都輕鬆的,因為上一集我都... 打到差不多第三、第四個我就不太記得了 而這次我想將所有的精靈差不多70以上 例如電燈怪,來到後這兩隻都要了 好,剛才我正在升這個封口的 好,那我現在先撿一撿些東西 等我一會兒 先扔這些東西 PP擔保,我先把東西放走 那我等我一會兒再說 沙,這個我要,這個丟 升級卡丟,圍根丟,氣色頭根丟 好,之後就換回... 我先把幸運蛋還沒來 好,就這樣 好 然後呢,這次的話題呢 嘩,說了一分鐘才說的話題 你的話題就是香港 對,香港 想說一下香港的東西 對,住了這麼久都想說回香港一些東西 對 那說一下,這個星期就開始上班 好,又開始上班了 那然後呢,可能大家會發現 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發現 那我最近就少了出... 即是很少出片 即這個星期就少了出片 因為都沒有時間了 沒有時間去拍片 有時間拍片,但沒有時間剪 因為我特別編那個都需要剪 另外,其他那些我又想剪一剪 即是看一看再放 那但是剪片你... 譬如拿特別編為例呢 你剪特別編我大約一兩個小時左右 那一兩個小時... 對 所需的時間太多 那我弄完之後已經... 一翻完工真的覺得很累 真的剪一下已經受不了想睡覺 所以就... 沒有剪到 那就是這樣了 因為差不多都佔了... 睡... 即不是 佔了那一...佔了那一天的一半時間 那另外你還沒計算睡 那就計算睡 就是說只有多少個小時 我想只有三、四個小時可以用 想想想 想想 三、四個小時... 嗯... 應該不止這麼少 有五個小時左右 有四、五個小時可以做自己的事 那但是都... 都很辛苦 因為翻完工真的覺得... 很空洞 那個... 即是不想動的 不想動啊 又什麼 那但是我都是要... 因為我本身有養貓 所以我都是要撿他的那些... 蠟燭東西 譬如貓沙 餵你吃東西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 變成沒有時間拍片戰片了 好 那這個是提案話來的 嗯... 那上班這段日子呢 都體會到... 即是感受到很多... 即是想思考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上班就真的可以... 令你想想很多東西了 那負面東西... 正面東西啊... 那通常都想負面東西了 我覺得負面東西 正面東西就應該比較少想 即是我自己為例 我自己很少... 即是上班這段... 期間就很少想的 好... 那其實... 我自己不敢說 因為我自己經濟很差 我自己不是讀經濟 一來... 二來就對經濟那邊... 就不敢太... 多說 因為我自己不懂 好... 那先說生活一些東西 那有時候就... 香港人就非常醜的 即是醜底啊... 非常火爆性格 那... 是... 我覺得是社會... 一些是社會迫城 很多的因素都是社會迫城 即是... 譬如你走一條街... 這條街是... 全部都是人的 那已經... 呃... 譬如你放了工那天放假 那但是你出街走... 但是有很多人的 那已經是極不舒服了 走都沒得走 那就留在家裡 那留在家裡有什麼做呢? 不知道有什麼做 對了 不知道有什麼做 打機就打一下機 然後第二天又上班了 什麼... 日復日這樣 然後... 就... 工時長這個就... 差不多排... 好像是排第一的 香港好像是工時長是排第一的 就平... 我不是... 那個實際數字我就不記得 但是它是排第一的 是排第一的香港 然後另一個長的好像是... 不是長 樓價高的香港 香港是最高樓價的 那都很正常 你看到都... 都不知道怎麼生存 三百... 啊... 應該不止 就是譬如你... 因為我自己沒有看... 沒有看那些宣傳單張的 又或者是看地產門貼... 貼了那些樓... 那些樓盤 沒有看過 所以大約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個小小的單位 居然要幾百萬 對 要幾百萬 那... 這件事已經令到很多絕望了 因為基本上你打工 都是想買一間屋 之後就... 就是你買定了 好啦... 就... 就算你之後找些工... 可能那些錢... 薪金不是很高 但是你至少也有個地方可以住 有個地方可以住 但是現在沒有 你怎麼拿幾百萬出來買一棟樓 那棟樓還要是小單位 你... 其實原來你工作了那麼久 但是你... 是很難才達到那個目的 例如你買樓 很難達到的 對了 買樓這些東西真的... 很... 不用想 那可能是... 是我自己... 我這些廢青就沒什麼可能買到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買不到樓 因為... 對...買不到樓 我寧願租... 租可能也頂得住 但是買就真的是... 對了 很問水 OK 嗯... 那以後有些什麼要說 嗯... 就是說香港人很火爆 這個香港人 躁底就... 大家都知道 譬如你經常看到一些網上 一些什麼... 拍完片之後在街上... 吵架的 又或者是... 嗯...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 可能是打架都沒受到的 對了 那這些都是... 社會的錯 我自己覺得 因為... 是真的... 牽連到很多東西 譬如... 嗯... 可能是... 就是... 樓價是其中一個因素 打工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其實香港的生活呢 生活費 有些日常所需的錢 都是非常之高的 這就令到那些人是... 生活得很辛苦 其實... 很多人都有說過這個... 香港生活... 辛苦的問題 那但是... 改不改到呢 就... 我覺得是越來越衰 越來越衰 譬如以我自己為例 我家附近呢 就... 很多人走的 很多人走 就是很多這些大陸人啊 水貨客之類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 在哪裡 通常多這些水貨客 或者是... 大陸人呢 都只有那幾個... 幾個地方而已 然後呢 我眼見發現到呢 呃... 某些商店呢 是越來越改變了 改變做一些什麼呢 呃... 金啊 就是金... 買金器啊 買錶啊 還有些什麼呢 約房啊 還有些什麼呢 呃... 還有些什麼呢 這三樣啊 都夠... 弄死你 全部都是那些來的 不是買錶 就買金器 不是買金器 不是買金器就是藥房 為什麼要弄這些呢 因為大陸人需要嘛 因為大陸人有需要 所以就建這麼多這些啦 建這麼多這些金器 給他們下來買 買完之後就回去 回去用這樣 那但是我... 變相了我們自己 香港的人 是沒有... 沒有東西走 是完全沒有什麼東西走 那買金 你怎麼會來買... 怎麼會去買金啊 就是... 就是我每次經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看 就是自己的問題 我每次經過那些金器 看... 就是都會看一看進去 基本上... 都好像沒有什麼人走 就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看過 那段時間剛巧沒有人 那但是... 就是... 就覺得... 這些... 專給... 那些大陸人 那些有錢的下來買 我覺得 完全是... 跟我們香港那些... 真的都有點不同 又或者一個... 一個例子 呃... 一個商場 原本應該好地地 是街市來的 那但是他... 我聽回來就... 之前我就住... 南區那邊 我聽回來就是 他那個商場呢 就改建 然後買給一個... 是不是叫領... 領展 還是...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然後呢 令到那個... 商店的租 又推高了 那然後他買的東西 全部都是貴租來的 然後... 買的東西吃又貴啦 一來買的東西吃又貴 那裡面可能那些食肆呢 迫著又要加價啦 那所以令到那個生活費是推高 基本上不斷落性循環的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那令到... 現在吃飯呢 吃飯現在都差不多三十多元了 就是譬如你出餐廳... 啊...三十多元不行 嗯... 便宜那些可能可以 就是譬如你出那些餐廳啊 已經是去到四十多元了 就是一些商場裡面的 又或者一些酒樓啊 哇...好鬼鬼 對了 那大約四十多元... 吃一頓飯 對了 是越來越高了 我不知道遲些會不會五十元一頓飯 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 對了... 眼見這個香港真的會... 真的越來越差 這個... 各方面的東西 那所以是令到很多人都... 都... 生活不了 你譬如教育方面又是做得不好啦 教育方面又不知道... 弄成一堆東西 那樣... 什麼TSA 我聽到... 那時候我小時候的TSA真的...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有什麼用 我只知道要測驗 對了... 小時候聽到測驗當然是很害怕的啦 就是溫書 那當然我就... 很少溫書 對了... 就是講到小時候會溫書還是怎樣 我都是沒有什麼溫書 因為我讀不到書啦 OK 我自己讀書差 好 那但是當聽到TSA 你怎麼都會... 怕一怕緊張 嘩... 什麼來的... TSA... 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當是我自己的成績一部分啦 那但是原來是不是的 是只是計... 學校那些的排... 排名 如果我沒有清楚 是計... 學校那些排名 就是譬如那間學校出的TSA 那些成績高分呢 那可能那間學校就會排高一點 那自然修身率應該會比較高一點 那但是他就會不斷逼一些學生 你做那些功課啊... 測驗... 不斷做那些 paper 不斷寫...不斷... 不斷... 不斷要人... 寄那些東西啦 那其實都很大壓力 你不要說香港是真的... 讀書都有壓力的 你不要說... 有些家人... 有些父母就說 讀書哪有壓力啊 就不是啦 你看到這一陣子那些... 比較可悲的一件事 真的比較慘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 香港的學生... 自殺率會... 會... 是高了呢 真的... 真的... 是不是高了呢 我只知道有幾個是因為... 讀書的 十三四歲啊 十三歲左右 然後就跳樓 好像是跳樓 然後就死了 那...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讀書都讀到這麼有壓力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真的要想一想這個... 情況呢 但是早前我就看回... 就是... 有看新聞的 看回新聞 那那個什麼... 嗯... 我忘記叫什麼鬼 那他就說呢 自殺的問題呢 未必關學業問題 他都夠膽死說出來 這件事 就是學生... 有壓力... 不是學業問題 那難道是... 拍拖問題 那可能這個因素是其中之一 但是最大的問題都是... 學業問題 一來功課多 二來就... 不斷不斷測驗 然後又要怕日後... DSA... 怎樣啊 怎樣... DSA... DSE DSE要怎樣... 就是考個好成績啊 然後日後又回什麼工作啊 這件事想死你 我跟你說 你回... 就是讀... 讀中學那些 所以你真的不要... 那個人真的不要說什麼... 不關... 不關何業事 這些真是笑大人的喉 之餘啊 還要被人... 罵啊 這些肯定是 好 嗯... 嗯... 所以這些壓力 這些東西呢 香港人真的個個都有 就是可能你... 譬如你拿中環那些 可能... 可能... 嗯... 可能...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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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嗯... 可能... 是個個個都有的 那你有什麼辦法不挫啊 有什麼辦法不... 火爆啊 就是... 譬如你可能踩到別人的腳... 就是踩到別人的... 鞋尾... 那個位... 可能已經背著你了 或者罵你了 那都... 很正常啊 在這個社會生活 真的... 是真的... 極...大... 這個社會 當... 你那個樓... 就是對你的... 目... 目的... 非常之遙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很無助的感覺 就是你讀這麼多書 但原來讀這麼多書 都是沒有用的 在這個社會 那你就會覺得 那我讀書來做什麼 那然後下一步 我應該要做什麼 你是不知道 很無助的 那我自己覺得可能會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是這樣 那我自己就是... 有這樣的想法 在上班這段日子 對 那... 那就... 對 那些學生都有大壓力的時候 那些大人... 不要說大人 對 那所以我都幾... 幾佩服我達哥 因為達哥都開了很多年台 我由2014年看的 近來因為工作 又工作關係 而且時間也不夠 所以就少了看他 他好像11年開始拍 那當然偶爾也會請假 那都很正常 因為你每天抽兩個小時去直播都很辛苦 對 很辛苦 你是要... 保持著... 即是他... 他自己就說 不想... 生活就是很乏味 那種生活 那種生活模式很乏味 即是你上班後下班 吃飯又睡覺又上班 所以他那個開台的宗旨就是... 不想浪費那些時間 我記得好像是 因為我都沒有特別去搜尋這個開台的宗旨 那但是他真的是... 挺好的 就是我自己有壓力的時候 我都會去看一下 其實... 都是一個放鬆的... 嗯... 放鬆的渠道 一個釋放壓力的渠道 那... 那... 是... 一個... 娛樂 我可以說是 對了 所以真的挺佩服的 因為抽兩個小時的時間都... 嗯... 那段... 每天抽兩個小時 有時候他睡覺 譬如他開到十一點半 那他還要收納納納納納東西 3個遊戲 或者找保護器 納納納納的東西吃 可能... 有時候他還要打 就是要偷玩 俗稱偷玩 那其實都是... 練功 我覺得是 即是有些Dark SOUL 是不是Dark SOUL Dark SOUL應該有練功 因為我沒有看Dark SOUL Broadborne就見到他有練 即是他... 你一開他就會看到他有很多錢 很多的... 我自己有玩不過不是很熟 打來升級的 差不多都要用很多時間 所以真的頗佩服,哪有時間做那麼多 累到死了 就是這樣,香港壓力大 自然覺得生活就辛苦 眼見香港真的越來越差 我不知道經濟好不好 因為經濟來說 我看到很多大陸人來買東西 或者消費等等,好像會好 但是又想到 不知道哪裡見到,經濟好像又不太好 因為我曾經看過一篇新聞 就是說生意沒有因為假期 那些大陸人或者旅客來到香港消費的意欲多了 那個消費的... 禁買會多了,好像又沒有怎麼聽說過 所以其實是... 是不是經濟好呢 是紋身差還是經濟好,還是紋身差經濟都差呢 那我真的不知道 好,剛剛因為肚子餓 去找這個合味道這個杯麵吃 找杯麵吃 然後也都... 上網看一看這些資料 真的一邊吃一邊看 因為我自己說話不太行 所以要看一看這些資料的必須 好... 那樓價方面呢 我看到... 樓價香港好像是排第二 第一好像是歐洲的國家 那個叫摩納...摩納哥... 還是...不記得叫什麼 那就是那個樓價最高,香港排第二 所以壓力就是非常之大 這次的話題都比較負面一點 又或者是一個...叫做... 嗯... 一個腎的地方,一個發洩的影片 因為說的多數大部分都是負面的東西 因為上班這個日子真的想... 這段期間都想了很多關於這些東西 例如你搭巴士的時候... 即是搭巴士、搭地鐵的時候呢... 你... 是沒有位置坐的 是沒有位置坐的 這個很正常的 上班沒有位置坐 放工沒有位置坐都正常的了 那麼... 逼在一起 所有人都逼在一起 你們好像搭地鐵一樣 就是很逼的 就是你基本上是沒有位置坐的 然後現在還弄那個什麼...批鬥座出來的 不是啦... 批鬥座只是一個名字 正確的名字叫做關愛座 關愛座有什麼用呢? 就是可以讓有需要人士使用 那什麼是有需要人士呢? 就是這個孕婦... 孕婦... 小朋友... 老人家等等 就可以優先使用那個座位 對啦... 就是關愛座 然後這個關愛座... 為什麼會叫做批鬥座呢? 就是因為... 如果那個學生... 譬如你一個不是那個優先人士來的 就是你一個學生 你坐下去 那之後呢 那個人... 又上報了 又網上審判了 審判了 那所以你... 令到很多... 就是我看到寧願關愛座是刺了 都沒有人坐的 這是另一個話題 沒有人坐 然後呢 有時候我在Facebook都會看到 有些人負責出來說 什麼... 關愛座沒有人... 就是沒有人... 就算空了也沒有人坐 感覺良好... 哈? 我心想什麼感覺良好? 瘋了嗎? 那個位置就是本來要坐的 但是你是搞到所有... 如果那輛車沒有孕婦 沒有老人家坐 那那個位置是... 沒有用的了 是不是? 那就沒有人坐了 對 所以我坐地鐵呢 多人的時候我一定不坐關愛座的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人的時候我就坐 對 那很正常的 你又... 都沒有適當 就是要讓人的時候 那譬如如果... 那譬如阿婆說 年輕人可不可以讓個位置啊 那如果你說 欸... 那你就說可以... 跟他說這個優先座 這個關愛座 來的 是不是讓位等等 那但是他都未... 可能... 可能都未講啊 可能他講了我不知道 但是講了都... 真的... 都不會這麼無良的 我相信 譬如說得明白 那個大妻子啊 之前我也試過 就算我不是坐關愛座 那個人叫我讓座 我也讓座 因為叫他大妻子啊 有需要的 是... 有需要坐下 那我也會讓座 那我相信如果那個人說 跟學生說 讓位 那我相信都不會說不讓他這麼囂張的 那但是這個... 講都不講 然後有網上審判人 這個行為 真的令我很憤怒 可能那些人壓力大 然後又找其他東西 出發洩的途徑 那我認為這件事是很大的問題 那本來原先 那個位置做出來就是被人坐的 那但是... 那個關愛座 只不過是因為... 有需要人士 就... 優先坐 就不存在說... 優先人士以外的人都不可以坐這個位置 一坐呢 就引發這個網上審判 開... 開這個... 網上法庭 那樣的 那不是這一回事 但是那些人就曲解了這個意思 然後就覺得 現在那些年輕人坐關愛座 吃屎啦 那些年輕人... 站著沒有問題 那可能... 我都說了 在香港你讀書都可以辛苦的時候 那些學生好像都很辛苦 都是需要坐下的 那但是... 有時候我看到有些很難聽 譬如說什麼... 那些年輕人站著 那些老人家沒得坐 那我覺得他們是... 就是拍完照片就拍出來 沒得坐 那但是他們是沒有跟那個人說的 譬如有... 有時候有些網... 有些網絡審判 都是這樣的 我經常都看到那些照片 是... 是怎樣呢 那我先... 我突然想不到什麼例子 我突然想不到什麼例子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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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位置 譬如你坐巴士 然後有個袋放在旁邊 譬如很正常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做 真的都很正常 就是你坐下 那袋放在旁邊 因為不想自己背著 有什麼人就這樣做 但是有些人... 看不過眼還是怎樣 然後又立刻拍照 然後又發現 這個人放在旁邊的位置 很自私 不讓人坐 但是其實可能人... 你走過去跟他說完之後 再說 那個人不讓他做 這樣可能適合一些 但是我看不到那個人有說到的 有些是這樣 有些真的說了 沒有辦法 那些... 不過網上也不要這樣做 那你現實中跟他說 這樣不好 這樣跟他不斷不斷說 我想說你不斷煩著他 他一定會覺得... 嗯... 這樣就不知道 可能那個臉皮真的厚得不得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OK 那這次的話就是這樣 嘩 對啊 我升了 為什麼我走一圈了 啊 神經病 我正在升了 為什麼變了走一圈了 原來是73圈了 原來是73圈了 73圈應該差不多 哎呀電燈怪都69了 不要緊 我自己再升 對 這次的行談 就是全部都是負面的 我自己覺得都大部分是負面的 一些負面的東西 一些... 講香港這個地方 我自己對香港這個認識等等 就... 呃... 這幾天就想... 不斷在想這個的話題 所以這次都比較凝重的氣氛 但都想大家知道這件事 其實香港是真的... 可能你會說 香港沒有天災啊 沒有海嘯啊等等 什麼颱風... 颱風侵襲 地震 火山爆發 海嘯等等 沒有天災是好的地方 但是其實... 你那個社會都辛苦得不好 其實... 跟天災是差不多 當然天災是會死人 但是這些是不會死人 只不過這些... 是間接... 是令到你個人是... 呃... 有這個自殺經驗 有憂鬱症 所以就... 那是不一樣的 那我不同一個一種 我自己覺得 那但是... 兩個都慘了 對了,兩個都慘了 不過天災就比較慘了 那這個就... 沒有... 相對來說沒有那麼慘了 我自己比較的話 那當然可能就有人覺得不是 其實兩個都一樣 咳... 兩個都一樣 會令到人們覺得生活不開心 生活質素低啊 水平也下降等等 好 咳... 其實說得久也會一點... 測試 這次先說到這裡,下次有機會說一些開心點,不要太負面 說一些開心點的東西,例如我學校的東西等等,下次再說吧,拜拜 好,剛剛看完影片,我自己在剪影片的時候發現我影片好像沒有說到一些好處 我想說一些好處,不過其實我也想不到有什麼好處 說好處之前,其實我想說一件事,就是我在搬之前,我現在搬到別處 搬之前就是住鴨里洲那一邊,鴨里洲那一邊就... 基本上我是經常搬在南區搬來搬去,鴨里洲就經常去 但是聽到一個很遺憾的消息,我是在Facebook專頁看的 因為我自己從小到大都是在南區鴨里洲那一邊住 現在大了就搬走了 所以其實也很有回憶,對於這個地方 但是聽到一些很不好的消息就是... 當地鐵...啊不對,好像港鐵通車之前已經令到很多的樓價 一些...就是鴨里洲的樓價,以及一些舖租的...舖租也都推高了 那令到很多小店,小店,小店也分很多都熬不住 或者怎樣 那就令到...我小時候...我經常去那些文具舖 都收拾了一顆,那個文具舖 我記得那個文具舖已經收拾了一顆了 那個文具舖其實我小時候都經常去的 因為其實小時候去那些文... 我自己小時候去那家文具舖 門下有很多彈珠台玩的 很... 經常去玩的 就是拿幾元幾元的玩,換那些禮物 其實覺得都很開心 這個都算是童年回憶 很懷舊的一件事 但是去到大個已經...不見了 對,非常之遺憾 另外也有一間是小食店 幾... 就是小時候也是 我小學的時候... 在這裡 但是到現在已經不見了 那間店 對 所以是比較遺憾的一件事 好像那個回憶消失了 那當然回憶其實是... 永...在腦袋記住 但是你不可能會記得 當你再見到那個店 譬如如果那間店沒有收拾 當你見到你會覺得很感動 回憶當時的... 可能你小學的時候經常去的 放學就會買串燒馬 或者魚蛋 回憶你會覺得是幾美好的回憶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去那裡變了什麼 變了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陌生的 就不再是熟悉的小食店 或者是文具店 那種的回味呢 就只能在老海裡回味 你沒辦法再在現實中回味 回憶了 好像感覺很白癡 在現實中你可以回味 不過是在腦袋裡 你已經見不到那個實物了 永遠都見不回你... 昔日見到的文具店 或者昔日見到的小食店 現在再不服了 那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挺傷心的 那就是這樣 可能我將來回回鴨里洲那一邊 就會看到 全部的東西都已經不同了 不知道這個鴨里洲 還有不是以前熟悉的鴨里洲 可能到時候已經變成一些大財團 變成什麼 嗯... 一些地產公司 地產店 可能大部分都變成這些都未定 那... 就是這樣 當... 當你那個地方要急速發展的時候 其實是流失了很多的... 那個地方的一些... 風情 本土風情 或者一些的... 店的特色 小店的特色 也開始沒有了 是... 這個也是一個發展的後遺症 那你其實... 嗯... 都沒有辦法 要迫著淘汰的 這些... 是... 你沒辦法不走 譬如你租的那間店 那它加你差不多... 成二的 譬如你一萬元 它現在加到你兩萬 那怎麼辦呢 對了 怎麼辦呢 那你迫著要走的 是不是 你沒理由... 硬吃的 就是給... 哦... 照給的沒問題 那但是你... 是冒著一個虧本的生意 那其實... 那些店都不會賺得很好 只不過它是... 都算是捱得到這樣 對了 我覺得會是這樣 那但是是不是真的賺呢 我覺得應該不會賺很多 那我自己... 不... 不懂一些東西 那我自己這個個人分析 那是不是真的會蝕 或者真的賺很多 那我真的不知道 好 那講好處了 好處就是... 好處啊 好處都有的 不過都是... 不算太好的好處 OK 那先講了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嗯... 犯罪率低 對了 香港犯罪率低 譬如沒有什麼... 拿刀斬人殺了人的事件 斬人有 殺人好像... 殺人有沒有呢 啊好像有一單 近來 但是就不會出現很多單 就是多數都是... 打人... 那些... 犯罪率那些... 就... 嗯... 是很少見的 就是譬如你一個禮拜 可能見一兩單 但是其實外國呢 或者是... 講外國 外國是經常都有的 就是一些槍擊案等等 或者是... 對... 槍擊案最常見 那所以就是這樣 犯罪率低 都是一個好處的 好 然後另一件事就是 香港的地方就是因為夠... 夠... 逼的嘛 夠逼的嘛 那所以它那些地方呢 很近就去到 譬如你... 遠極啊 遠極的話 都是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去到 當然就是不是說... 你說是... 最... 最藍的地方 然後過回去最北的地方 那當然就遠了 那但是其實都... 下街很方便的 譬如你... 新界那些... 不算啦 新界那些 就是你需要坐車出來... 超市的 但是如果你正常在一個城市道... 居住的 那你一落樓已經有... 食物買了 那這個也是一個好處來的 就不需要說走很遠啊 怎樣 外國那些就需要走很遠的 坐... 坐... 幾條街口啦 我聽... 我聽達哥的說 幾條街口 不是聽達哥的 我也忘記了 聽達哥的說呢 它是要... 開車開幾個... 幾個街口才會找到這個超市的 那所以這個都算是一個密集的... 好處啦 那但是... 當然... 壞處也是大很多啦 我自己覺得 相比來說 還有些什麼呢 想想先 飲食方面 其實... 很多的... 不同的國家的文化... 飲食文化都有啦 譬如日本有的 韓國有的 呃... 外國啊 西班牙那些都有的 每種都有的 中國啊 呃... 或者... 或者... 哪些啊 還有哪些呢 啊... 真的不知道了 總之很多國家的飲食文化都有... 入到來呢 其實一個是... 一個... 大... 大城市大都會啊 它叫做 嘖... 真的很多不同的國家的文化在這裡 那所以這個都算是好的地方啦 還有些什麼 我想想先 好像都沒有了 都不知道有些什麼說了 這個... 沒有天災說了沒有 沒有天災 沒有天災的問題 天災有少一點的 就算地震都不會震得很厲害 對了 那就是這樣啦 好處就是這些啦 都... 不算說太多話說 因為好處怎麼說呢 那個壞處一定是大很多的 譬如你... 就算抵消了 都一定是壞處多出來的 也是嚴重很多 OK 這次就先到這裡了 下次再見 是嗎 拜拜